在樂高層最高的天台上 將車子開下 車子會直接碎嗎? 將輪船從最斜的斜地上滑下 輪船會正常前進嗎? 今天的這兩個測試 帶你了解遊戲裡的真實情況 另外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的遊戲視頻 記得讓我們點贊支持喔 這棟高樓的頂樓呢 距離地面大概是500多米左右啊 這麼高啊 那我這輪派出的卡車頭的位置 直接會摔這麼滑 已經掉到了這個陽牌上面 大傻啊 你這卡車頭呢 沒有撤後頭的還摔得這麼碎啊 接下來呢 看一下我的卡車 我估計我剛剛是摔到了油箱 所以才會爆炸的啊 如果你摔到油箱 你也會爆它 傳統一下 你現在的油箱完好無瞬啊 沒有摔到啦 對啦 因為我是背面 早地沒有摔到油箱啊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大傻的這輛集中間貨車 別摔爆啦 剛好我們就摔破了一隻 嘿嘿嘿 等一下我這下沒爆啊 都沒有爆啊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開一輛 跟你之前測試的這個卡車頭 同樣的這種類型的卡車頭 我們來看一下 他如果底盤著地會不會摔爆 不會沒爆 你都摔得這樣了 都還沒有爆炸 那接下來呢 我開一輛 車頭這邊呢 會有延伸出來 這輛卡車頭啊 然後後頭呢 它是沒東西的 空了 也不會爆吧 啊啊啊啊啊啊 為什麼車頭找你以後呢 摔到陽台這邊 它就爆啦 大傻啊 你這輛車頭著地啊 很明顯的是摔到發動機了 接下來呢 看一下我這輛貨車啊 啊我們不要像大傢伙那樣啊 別爆啊 別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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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沒爆 但是碎了 為啥就我這麼倒楣啊 我已經摔爆了兩次啊 接下來呢 我們來開一輛輪胎比較大的礦卡 這個輪胎呢 應該如果先找你 不會摔爆它 哇 跟我預想了一樣啊 而且剛剛那個陽台 給我還充了一下 不錯啊 你這輛車竟然沒事啊 那我也換一輛輪胎比較大的 跟你類似的這種重型卡車啊 我們來看一下輪胎找你 輪胎找你 輪胎找你 哎呦 我也是倒楊來這邊摔了下來 哎呀 我這個樂高小人直接被彈飛出來了 還是你的一句啊 這是我最後一輪的測試了 這是雲梯下房車啊 我們的雲梯別著地 輪胎著地吧 輪胎著地 哎呀 從車頭著地啊 哇 我的樂高小人直接被彈飛了 好啦 這就是我們的高樓摔車測試 接下來呢 我們要進行開船斜梯測試 大傻 你還記得嗎 上次呢 我們的車子從這個斜梯上開下來呢 都挺慘的 我記得啊 基本上呢 全部翻車啊 沒有一定成功過啊 到底下啊 今天不知道 船會不會成功啊 他沒有輪胎啊 如果正在往下行駛的話 他的這個船底呢 跟這個階梯啊 會比較平整 所以我認為呢 他會比較正常的滑行 但是他第一下呢 就把船底給摔碎了 那這個船底呢 他不就有坑了嗎 那這樣這個坑呢 就會卡住這個階梯啊 讓他很難的往下行駛啊 好吧 現在大家看到了 他在行程過程當中 這艘船已經開始肢解了 好了 那我們這艘小船呢 挑戰失敗 接下來呢 我們來換一艘大船 我盡量的在他船底接觸這個階梯的時候呢 不要讓這個船底給摔碎 哎呀 這一下就已經刻到了 現在這個底盤呢 已經有坑了 哎呦 好吧 這艘船同樣的也是挑戰失敗了 大傻別慌啊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艘遊艇呢 能不能成功啊 因為他的這個底呢 會更平啊 好的 現在他很順的往前滑 哎 沒問題了沒問題了 但是底盤還是有一點刻到了 但是他就盡量的往前走 哎呦 不會吧 這個底盤呢 再慢慢損壞啊 好吧 這艘遊艇呢 也是不行啊 看來第一下是非常關鍵的 只要你第一下呢 如果把這個底盤給摔碎的話 後面呢 這艘船呢 就很容易直擊啊 沒事了 我們還有機會啊 超隊家 接下來呢 我們開上一艘軍艦啊 軍艦的底盤呢 強度應該更近啊 不要摔碎 很好 往下滑 哎 現在軍艦非常平穩啊 加油啊 撐住撐住撐住 我又有底盤 有人割到了 但是 哎 超隊家我們成功了 他高達了 最低層啊 太好了 不容易啊 我們終於成功了一次啊 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一艘泰坦靈克啊 他的底氣這麼大 應該夠他摔了吧 哎 慢慢睡慢慢睡啊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的 他的尾部呢 已經開始磨光了 他的前船頭呢 這邊還沒有磨光 我覺得應該沒問題啊 能到達最底端 快快快快 往前走 往前走啊 你別卡在中間一半 不走啊 給點動力 給點動力啊 大傻 我們要成功了 要成功了 喂 我們這一艘泰坦靈克 基本上也算成功了 太好了 那我們本期的遊戲結束呢 到此結束 那我們下次見吧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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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